国宝级歌手《雪耻代战》 把演唱会变成脱口秀。 王梦林在民歌43高峰会上演唱代表曲《不眠道》。 图宽红提供《2001-80303》。 民歌43高峰会于今、三、万在台北小巨蛋登场,有14座民歌手,包含正仪、陈敏韶、杨耀东、施孝荣、王瑞瑜、李明德、殷正阳、王孟林等人,已连续四年在台北小巨蛋开场,创下民歌空前的记录,也为民歌史上写下新的一页。 本次民歌高峰会最首歌迷瞩目的王孟林,演唱会上不仅演唱代表曲《不眠道》。 外,更首度演唱新歌,野歌,王孟林饶事,实在非常感谢制作人士笑容给她机会唱给大家听,不然此声可能永远无法让大家听见,也会成为我这辈子的遗憾。 甚至不敢爱开玩笑的个性跟歌迷们说,你们赚到了。 此外,王孟林更出奇招待了杨耀东、叶佳修演唱,王老先生有快递,动了台下所有歌迷。 三位国宝级歌手演唱会上一搭一唱无极限,更在演唱会上大骂王八蛋,让所有歌迷朋友哈哈大笑。 这段呈现也俩然成为民歌43高峰会最有效点的脱口秀。 演唱会令你惊喜则是去年在民歌42高峰会上大唱rap的民歌大叔师笑容、李明德、王瑞瑜,被说根本不是rap是属来宝,让三位耿耿于怀一整年,今年演唱会上再度学耻,希望可以证明给歌迷知道,民歌手也可以有嘻哈。 诗笑容也参与此次民歌高峰会表演。图宽宏提供。200118万0303。